了解手机真实价不多 善家答应者 大家好 我是玩玩 这两台都是iPhone14 Plus 完全新的要6999 这环线北美版全新的只要3999 就是这样两台一模一样的手机 插下去有3000块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凭什么插个版本就插3000块呢 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台美版的 Ice Shadow全旅 再给它测一个机 面容 屏幕 拍照 录像 一切正常电 效率100 成年个位数 用起来基本是没什么差别的 那么怎么保证这种机器是原装机 会不会是不能粉丝的呀 你看 晚晚做了几百期视频 要真实组装机 那估计得被粉丝们骂惨了 手机虽然是卖出去了 但这只是长久服务的开始 那么美版和国号还有什么区别呢 要区别的话呢 肯定是有的 国号是双卡 美版是单卡 加上最新的QP解锁 可以实现插卡机用 换了是你 你会选择便宜3000多的 14plus吗 评论区告诉我